高警官要講一個發生在學校裡 學校 在八十五六年那個時候 我們的轄區有一所大學 但是這個學校因為 一般的學校的廁所它分兩種嘛 三種嘛 一種是學生 男學生的 一種是女學生的 另外的是教職員嘛 對對對 對 那那個教職員的那個廁所裡面 就有這個打工的那個清潔工的阿桑 就會時常撿到保險套 那學校 它有跟學校反應 那學生喔 對 做學生就不可以這樣 對 學校覺得就是學生 跑到教職員的那個洗手間裡面去 做一些四角獸的行為就對了 嗯 四角獸 對 其實這個事情發生的是 一個他們的一個教授 那個教授是六十幾歲 那和另外一個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四十幾歲 女生是助理教授 那才四十幾歲 男生是六十幾歲的教授 男生是六十幾歲的一個教授 男生是六十幾歲的一個教授 男主角六十幾歲 都沒有人想聽的 可是六十幾歲我們看起來也不會 也不會呢 我快了十歲 我六十歲我也不覺得 很老的感覺啊 對啊 當時其實我們不要想那個年紀啦 你就想說 這是一個教授跟一個助理教授 兩個都是老師 對 然後他們就有一天在 我們那邊有夜市啊 他們在夜市手牽的時候 十指緊扣 在逛夜市 很肯定啊 重點是這個助理教授的老公 也是學校裡面的職員 他是裡面 好刺激喔 學校的那個教... 辦公室的職員 他是朝九晚五的 正常上下班的 是行政部門的 行政部門的 他就五點下班 就下班回家的這樣子 回家帶小孩 那就是因為他的耳聞 我看到張老師好像跟某某老師 手牽著手在...夜市逛街 不...在於夜市逛街 你快把那個... 你快把那個學校 扣出來 那個學校... 那個學校收回來 那個夜市收回來 名字收回來 還不及了 那個夜市有那個大腸... 大概知道哪一個學校 大腸包小腸的那個四弦床 好好喝喔 第一個講他... 先生不會相信嘛 怎麼可能有這種事情 就以前也沒有行動電話 只有呼叫器而已嘛 那就打電話 因為助理教授跟教授 有時候上課要上很晚 他們學校那時候有夜間部 夜間部要上得比較晚 對 所以先生五點就下班 要回去接小孩要準備 他們已經有個小朋友了 在念小學了 四十幾歲 有個小朋友在念小學了 那所以先生就固定 就是很標準的 也不要說走路了 不是打破破 就是很中規中矩的一個 教授員就對了 那一個講 兩個講 他都聽了就打電話回去家裡 問就是 問他太太回到家了沒有 他太太就是小孩子 有時候接的時候 就說媽媽還沒回來或是 反正他就是充滿了問號 但是不敢去面對 直到有一天 他們我剛剛有講 他們有夜間部 有一天他就受不了了 因為同事們都在後面 這樣子指指點點 但是又沒有任何的證據 他就那天五點下班 他把孩子 前... 安頓好 安頓好 對 他就再回去學校 回去學校 因為他有跟他太太講 他太太有說今天上課 上了晚上十點 他就在那五點多開始熬 等 一直等 等到了十一點多 那個學校還有一個教室 他們的一個研究教室 他就看到那個燈還亮著 他跟他做告別 當學狗爬這樣爬過去 他這樣一起來一看 從那個... 教室有前後門 他從那個窗... 轉角口那個窗角一看 看到他的那個太太在... 當場傻眼 他們學音樂 然後他其實真的很生氣 然後門就揣進去了 就喊了很大聲 你們在幹什麼 他一下... 嚇一下 那個好像冰淇淋油魚 你知道嗎 冰淇淋... 冰淇淋油魚 融化 他就喊了很大聲 那學校驚動了很多那個... 有晚上上課的那些... 學生都來 大家都這樣 不是 教職員 因為學生下課了 老師給我一個電話 結盤下課了 有的老師也在啊 那個驚動的老師 很多教... 那個有老師下課還沒回去的嘛 什麼事... 一第二風起去哪裡 一二啦 因為... 幾個...快二十幾個人啊 第一波的... 我們派出所的警員先到 第二波的我們刑事組在現場 再到那一剎那... 那個三個人就在那邊 僵在那邊 很尷尬啊 那個場合... 就是... 有沒有性刑犯 完全逮捕 沒辦法逮捕 那個時候還有通勤罪喔 那個時候還有通勤罪 那學校又不想讓這個學校的... 民生... 搞不好嘛 剛剛你都差點講出來 我們講... 不要對後面做 然後... 那個... 我們就把他那個... 教授的那個... 電腦主機的查控 查控回去喔 他裡面那個... 存檔喔 好幾個女的 都是那種... 信賴光碟那種的 好幾個女的 好幾個 那個六十幾歲的那個... 是不是獅子做的 這個我不知道 可是那個先生喔 也離職啦 也不願意做的 也跟他老婆離婚 那他的... 太太也沒有臉 在那個學校再繼續... 當那個助理教授 原來那個教授外面還有其他的女人 那就是那個教授六十幾歲 那時候他其實跟他一樣的 那時候... 那時候... 一直跟熊一樣 熊... 熊的爆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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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汗草獎 對啦 那是什麼爆發力 還是爆發力 他就是... 野獸啊 我破壞了幾個家庭 來...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 剛剛發... 就是跑得很刺激的阿美老師 哪些只為命格的男人呢 感情上就很喜歡尋求刺激 對 今天的題目是要看呢 感情上很喜歡尋求刺激的男人 所以等下我們上榜的前三名呢 會有一個特性 我們要看我們的命功 什麼叫做尋求刺激呢 應該可以說 如果你等下上榜的前三名 代表的意思就是 你的人生當中 你不喜歡很平淡的過一生 你很喜歡的概念就覺得 我想要去體驗 不一樣的 所以前三名上去呢 可能不一定是尋求 剛剛我們講到 比如說感情上的刺激 或幸運上的刺激 他可能比較偏向 比如說他喜歡玩極限運動 他比如說喜歡去爬百月 或喜歡去挑戰那種 別人不喜歡挑戰的 所以等下上榜的前三名 都有這個這樣的特質 是在感情上會比較明顯 好 我們先來看看第三名 來 第三名是我們的 哪位來賓都沒有啊對不對 好 那特別講呢 連真是屬於 慾望取向的形象 就是他很有競爭性 而七薩呢 就是我們講的 衝衝衝的代表 任何的事情就是目標主義者 然後你會發現呢 因為他多了一把火 所以這個組合的概念就是呢 他沒有什麼他不敢嘗試的 但是呢 連真七薩有個特質是 連真很守規矩 所以概念是 他不是那種外顯形的刺激 他喜歡的是包廂內的刺激 或者剛剛講的 欸 教室內的刺激 他喜歡這種有體制下的刺激 所以連真七薩火星呢 會給人一種 默默想要尋求刺激感 所以在情感層面上面 你會發現這個組合呢 就是一個 如果我想要 基本上我一定會用我的方法得到 而我的方法可能叫做 不會讓任何人都知道 任何人都了解 可是我可以用我的模式 把這東西變成我自己的獵物 所以連七火是一個目標主義者 要把所有的東西 都掌握在自己手上的 基本格局這樣 OK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來 第二名是 把剛剛的連真拿掉 換了一個七薩加火星 我們要特別講解一下 對 如果像一個 剛剛我們講的 連真是什麼 一個框架對不對 那我把連真拿掉 代表七薩加火星的意思是什麼 七薩的衝衝衝衝還是在 火星的衝動程式還是在 合在一起就變成 我沒有連真的規範了 所以對於我來說 我想幹嘛 我想做什麼 我可以不用在空間裡了 我可以在 我們不講 比如說大自然 我們跟自然座的結合 我們跟環境上面的結合 結果這樣的組合 你會趕上去 我想要做一些變動 新的東西 會有一個刺激感會產生這樣子 好 再來我們要看第一名了 到底有沒有天機呢 這件事情 兩位說都天機嘛 對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名 到底是什麼樣的組合 來 第一名是我們的 連真破君加秦亞 哎呀 兩位來賓都沒有上寶 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特別講一下 天機的感情觀 以及在於尋求刺激這件事情上面 到底是什麼樣的組合 先講一下連真破君碰秦亞 剛剛講連真名就有規矩 但是他如果搭到破君 以及後面那顆秦亞的刀的時候 這個概念叫做 任何事情他都敢嘗試 他沒有害怕的事情 所以連破陽概念就是 我什麼事情都想要嘗試 什麼事情都想要做 而且我完全不會覺得 任何的規範對我來講 是重要的 我覺得只有我自己內心 想要的是重要的 好 剛剛篤林哥呢 跟亞蘭姐非常想知道的 天機到底在感情上面 尋求刺激這件事 我必須說 天機在感情上面 這件事情 其實滿俗辣的 天機他內心會想 但是天機做不到 因為他比如說 天機如果想要做這件事 他就會開始緊張 那別人會不會知道 對 那個人知道 這個人也會知道 如果這個人知道 他在我面前我怎麼辦呢 所以天機因為想太多 所以以上上榜的 上榜的三名比較以慾望取向 我想要你就要得到 我們是連想都不敢想 天機也沒有那麼高 還是會想 天機是有想 會想 天機會想 但是想 你會發現 但他想太久 想到 天機 應該說 天機確實有可能 像篤林哥講的 就是我可能思考太久 顧慮太多 我甚至很多時候在這邊 我無法跨出那一步 所以刺激對於天機來說 只留在夢中 而不留在實際的行為上面 所以天機才沒有在榜上 跟大家一起 玩 或是尋求刺激這樣子